大家好,我录了一段视频啊 我作为他中美之间第二次握手的牺牲品 对吧 我对得起他共产党这些流氓 我也对得起你美国人 你美国人利用我和我妻子挣了多少钱 你川普当总统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关心你当不当 你可以当也可以不当 对吧 是因为以政治为职业的希拉里 他无法遵守他丈夫就已经揭露了真相和政治承诺 所以我要求 所以你川普当了总统 我这个你中美之间第二次握手的牺牲品 我跟你美国人挣了多少钱 我跟你美国人挣了多少钱 我找你美国之音 找你华生的云报 你们都捂上我的嘴 不给我公布真相 你美国人还要什么呀 你美国人还要多少啊 对吧 我希望你美国人呐别口口声声声说着人道主义 最后不做人事 你美国人把我和我妻子关在中美合作所 活摘我人脑期间有你美国人一份 你跑不了 你川普 必须得解决我的问题 必须得让共产党给钱 还钱放人 我移民加拿大 我绝不去你美国 我知道你美国人是什么人 是什么东西 美国人你害我 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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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我家族 害我妻子 害我妻子家族 害够了吗 你挣钱挣够了吗 你美国人还想拿我当炮灰 你美国人要挣多少钱呢 啊 我命令你击落共产党军机 你为什么不干呢 你为什么盯着金正恩你没完没了啊 我就不让你美国人动 我也不让共产党动 你动金正恩一试试 拿我当人体实验品的 你美国人是就是一份 你有完没完呢 陈元呢都拿了美国护照 你美国完全可以要求中国政府引渡把陈元 再交由美国司法审判 你川普现在你挣够了吗 你美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吧 你挣了不少钱吧 你当不当总统我根本就不关心 我就问你川普你救人还是不救人 你美国电影把我拍成美国大兵 你美国人以为你美国人是谁呀 我的我跟你当兵去 你美国人以为是 你以为你美国人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美国人有什么呀 你川普救我还是不救我吧 我就问你你川普救我还是不救我吧 你川普上来说什么给我份工作就完了 你以为你是谁呀川普 你以为你是谁呀 我本来要你美国人给我十一万亿美金 你美国人一个子不给我 你怎么对待我的你美国人 你要给我十一万亿美金我早点离开中国了 你美国人有完没完呢 你要你你川普你要挣多少钱 你要拖到什么时候吧 你美国人是不是想杀了我和我妻子啊 啊 过去的国内我们的中国这就有一份报纸说 好莱坞拍电影拿一小孩当真人杀那小孩拍电影 是你美国人干的吧 你美国人要干什么呀 我招你惹你了 我我该你欠你的呀 你美国人别这满口人一到他跟我那胡说八道 你给钱不给钱吧 你放人不放人吧 你还要挣多少啊 我让你击落凡是突破第一岛列的中国共产党的军机 你为什么不动啊 你美国人要捞多少好处啊 你有完没完呢 我告诉川普你不解决我问题你不下谈